首先我很高兴来到这里 我要感谢Winnie今天给我的机会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年夏天在Workday的实习经历 不好意思我的讲义里面呢 其实没有给大家介绍Workday 那简要来说 Workday它是一家规伍的软件公司 做的是一些ERM的系统 起家呢是做人理资源系统和金融管理系统 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叫Delia 我是会议可疑二年级的学生 然后我在来莫特利之前 其实已经工作过几年了 做过奢侈品院营 做过猎童 所以我每每说到这里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人问我 你来这干嘛呀 其实我回答这个问题 真的回答到有想错了 而且这完全就是我今天来这的目的 我觉得提到口译 在座的应该有很多同学都希望之后 能进到像联合国 世界银行 基金组织 或者说是WIPO那样子的国际组织 能站在国际政治和经济的最前沿 促成一些国际决议的达成 我觉得这是非常美好的梦想 而且都是每个 是大多数议者的梦想 但是呢 我今天来这的目的 不是要跟大家重温 口译的梦想 而是希望大家能知道 通过我这次分享 看到一些新的视角 这个世界远不止 只有口译 而且它会比你们看到 听到的 想到的 都要打 这些听起来可能有点虚 但没关系 我们可以从最实在的东西开始 这次呢 我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整个找实习的过程 其实整个过程呢 我会从这几个方面 给大家介绍 我来宏特雷之后 是第一次接触到本地化 本地化它跟翻译相关 但是它的工作内容 是完全不同的 它涵盖了IT和项目管理 再加上我自己之前 是有一些项目管理经验的 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 那我就在想 如果说我毕业之后 我去做口译的话 为什么现在 我趁这个机会 也给自己这样一个 去尝试一下本地化的机会呢 所以我觉得实习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当然在这里 我要做一个免责声明 不是说 我在这里不是为了 给本地化打广告 也不是说大家 实习都应该去找本地化 我只是希望通过这次分享 给大家一些有用的经验 帮助你们去找 属于自己的一份实习 首先来看一看 整体的一个流程 其实很简单 无非就是准备简历 进入寻找的一个过程 然后进入面试 最后拿到offer 但我想指出前两点 你在准备CP的时候 也是让你自己反思过去 让自己做好准备的一个过程 所以前两步呢 没有绝对的先后关系 在进入这一个流程之前 一定要想清楚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想找什么样子的事情 选择呢 特别多 我的建议就是 不要把自己限制在条条方方里面 只要是你感兴趣的 你有能力胜任的 都是可以去尝试的 要摆脱那种 活是口译人 死是口译鬼的想法 你要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也要给公司一个发现 所以 那从哪开 什么 你要什么时候开始找呢 我觉得是现在 当然 我有一些同学 他们已经告诉过你们 你们现在还是要集中精力 去搞好你们的考试 那我觉得呢 你也不可能 24小时 每个时候都在思考学习的事情 你总会要休息的吗 那对于我个人而言呢 我在休息的时候 我就会上网看一看 有什么实习机会 整体而言呢 大家只要遵循这三个时间点就可以了 维尼已经 应该已经跟大家分享过这三个时间点 从这个来看呢 如果大家跟着这个走的话 是绝对不会错过招聘记 和实习机会的 那从什么 从什么地方开始找呢 一开始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有点摸不着 但是我们很幸运 学校有很多资源 它可能不是世界上最好用的系统 但是信息量非常丰富 而且雇主也很多 这也是学校积累了几十年的 TMI的一个数据库 如果说这个巨人的肩膀 你们不去踩的话 这太可惜了 当然 另外你也可以通过 你系列自己个人资源 各种平台去寻找 这些都还是比较显而易见的 那我个人呢 我的实习机会是在 Grefer 是在应该是明年二月底到三月初 这个样子 会有非常多的雇主 到我们学校来 特地为了我们 TMI和TLM的学生来这里 所以大家要抓紧这个机会 那在这整个过程当中 谁能帮到大家呢 我认为每个人都能帮到你 首当其冲 当然是 然后之后呢 你的老师 在这里我要插一句 其实叶老师 叶老师呢 是教我们比例的老师 他之前在一年级的时候 就给过过我们实习信息 接着你的同学 你的朋友 你的家人 甚至你不认识 我就知道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理 我认识一个人 他也是一样 也是研究生 然后他在美国知乎上面 看到一个他感兴趣的问题 所以他就去回答了 那碰巧的是呢 这个问这个问题的人 是硅谷一家大公司的高管 然后他看到这个回答 他就觉得 这个回答不错 我很满意 然后正好这家公司 他这个部门里面 需要找实习生 然后他就觉得 他就让这个学生过来面试 最后这个学生 拿到了这个实习机会 所以真的是一桩 无心插流柳成荫的一个美式 那你过五关斩六将 终于拿到了一个 或者多个offer 那这个时候呢 就轮到你获得三家了 我觉得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啊 你在选到底去哪家公司 或者决定 要不要去这个公司实习的时候 你要问自己几个问题 首先 你跟这个公司接触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一个愉快的体验 如果说过程当中 疙瘩不断 然后出现了各种意外 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意外情况 而这个雇主 跟你接触的这个人 又没有及时处理 这种情况的话 你心里就要打个问号 那接着 要看这个公司 他规模如何 盈利能力又如何 当然这个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因为在家中呢 其实创业公司是非常多的 说到创业公司 他们一方面可能规模不是很大 另外一方面 他们可能还没有达到盈亏平衡点 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个人偏好的一个问题 那说到团队 我相信在面试的过程当中 大家应该会有很多机会 跟这些团队的成员进行交流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就要看 跟他们交流 你对他们感觉如何 如果说你去工作的话 你能成功的融入他们吗 再者 如果你去工作 你们是不是能够互相帮助 互相提升自身的价值 最后就是看这个工作岗位本身 这个工作岗位 他真正的工作举责 是不是你想要的 那这个工作举责 你是不是能够胜任 如果说可以胜任的话 他能帮忙提升你的能力吗 而不是让你在原地踏步 其实这些呢 听起来都是挺微不足道的事情 但是我认为 把这些做好的话 问问清楚 做一个明智的决定 选择正确的公司和岗位 才能让你这一个夏天不会白费 而且我觉得这一些 对于你之后的职业走向和选择 都会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能力效应 那现在我对于一些就是整个流程还有一些细节的提示 我就不多说了 大家之后呢 可以如果说之后 一定可以给大家看 这些也是一些为不得到最基本的东西 但是如果把这些做好了 你就卖出了成功的第一股 那夏天来了 你开始实习了 实习第一天 公司同事老板都热烈欢迎你的到来 公司组织各种实习生活动 给你吃 让你娱乐 发你工资 你就生活非常滋润 但是这个时候就不能恶不思熟 因为你要知道 你来这里是实习的 来学习来贡献价值 我个人认为呢 学习和贡献价值两者是相比相成的 当你知道你怎样从这个实习中学习到最多的东西的时候 你对公司的贡献的价值也就会水涨船高 我认为你怎样获得最大的收获呢 主要有四点 其实能来这儿上学 大家能力智商相差不大 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态度和执行力 说了态度反映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了 但是说具体到实习来讲的话 就是说你要摆正态度 有工作经验的不要自满嫩 也不要带入偏见 觉得自己以前做的一套的做事方式是最正确的 那没有工作经验也不要忘记菲薄 觉得我来着就是给人买咖啡 接接电话 打印复印的 所以你在整个过程当中呢 要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 冷静的分析现状 另外 你还要找出能有改进的空间 适时的提出你的建议 我相信这是很多公司欢迎的一个做法 另外就是执行力了 就想到想到了你就要去做 不要淹豫 当然是要有适当计划 但如果你计划过度的话 就适得其反了 再之后就是 你要对身边的人身边的事和你周遭的环境 培养一个敏感度 不要一心只想着说自己的想法是什么 而且你也不能两耳各文窗外事 埋头苦干分内活 所以你要适时的站起来 到茶水间到厨房走一走 跟同事多多交流 再最后就是 每一天比别人多努力一点 多思考一点 每天一点点几个月就是很大的差别 当然就像我刚刚讲的 要保持住一个平衡 不要做得太过了 那个时候就过也不及了 那我知道实习是很辛苦的 每一天都要好好工作 但是同时要记住 享受和快乐也是实习的一部分 我相信呢 之后明天夏天会有人找到本地化的实习 找到口译的实习 也有人可能找到商务相关的实习 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欢呼雀跃的事情 毕竟世界很大 可能性也很多 如果说你的目的就是要找到一个 你特别热爱的事情的话 条条大路都能通罗马 谢谢